水银开关控制模组 原来 吴志文老师设计的是这一个模组 他是利用水银来当作开关 那因为水银具有毒性 所以后来我们改成水平开关模组 也就是改成这一个 那里面可能 应该是放一个铁柱或者是 一个 导电物质 当我们的 感应器处在 不平衡的状态下 那他会滚过来滚过去 造成通路或者是端路 那既然他是一个开关 你会觉得他是 数位的 还是类比的 我想你应该 试了这么多感应器你应该知道 既然开关通常就是0跟1就足以判别 他是不是 通电或者是断电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什么 数位的模组 数位的模组 所以在我们的程式里面 应该怎么去执行 那回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我们如何得知这个数值呢 那我们的数位针角 假设 这个我们要接 接法 一样 我们把 黑色的线 对准G 然后 这边 IoBall里面 我们要插的是 数位的针角 数位针角 那数位针角里面 0,1,2 我们通常 0,1通常不建议 做 因为我们在 Uno里面 数位针角0跟1有 其他用途 传输其他的 数字用 我们建议你至少从2开始用 好我们就用数位针角3来做 示范 那一样把黑色的线 对准黑色的线 插上数位针角 插上去之后这一样有一颗灯 会有一个灯亮 那我暂时先一样用钳子把它 放置 至少是水平的状态 好 那我们使用的是数位针角3 为什么 我们把数值 它是通电或者断电 所以我们应该是输入 不是输出 有电有光输出的 那才是输出 好 数值要进来的 我们把它设成输入 好我们重复之前 请电脑告诉我们说什么 数位针角3号的值 好 那你看到 现在 它显示是1 然后灯也熄掉 来看一下这灯也熄掉 它显示是1 那我来改变一下 这个 感应器的 倾斜的角度 我现在翻斜了 它灯亮 它变成0 好这边是0 翻过来这边是1 转过来 这边又变0 所以这个可以当成一个倾斜的 倾斜的感应 可以侦测你的 你想要侦测的物体 它是否有 处在一个水平状态 如果它是一个水平状态 那通常它就固定 比方说它是1 或者是0 那当它有 改变角度的时候 稍微改变角度的时候 你看 它这边的数值就会改变 那这个数值你就可以拿来 使用 来做一些 我们你想要侦测的物质的 物体的 它是否被移动了 或者是 它的角度是否改变